好 今天我來上烹飪堂 會學做月餅送給Winter和一姐 材料就準備好了 我的導師 對了 就是他了 Ritchie 我也很喜歡吃月餅 我最喜歡選那些是很邪惡的 四王就最好了 但我知道狗仔吃得那麼邪惡 就不太好 寶仔月餅的鹹蛋黃是怎樣做的 我們先把番薯蓉捏緊 就像鹹蛋的波一樣 壓扁它 開始就靠這個位置的手 手掌力 手掌力 然後就把心放進去 輕輕地搓回去 像一個大黃 我應該平均五分鐘就搓到一粒 我給你了 它等了很久了 魚餅大概是23克左右 然後就混合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可以加一點燕麥 芝麻 看看我能否做到這個份量 11克這個 應該可以的 要了18克 23.7克 我多送0.7克給你了 將它混合在一起 拆粉這個感覺 這個紫色很漂亮 現在這個餡料就放進去 中秋節的話 我們就做個月餅模 沒有給它們 其實這些是一般 他們平時吃開的食物 只不過我們將它做在一起 中間開個洞 慢慢倒個蛋漿 將它混合 好像打個八字 之後我們可以加油 分開一半 先看看 這個是甚麼油 這個是橄欖油 好像薯蓉一樣 對 這個黏性 其實會靠櫻嘴豆粉 因為櫻嘴豆粉 可以代替蛋白 和天然 對狗狗來說 都很健康 搓麵粉對我來說 有些難度 因為我首先不懂 第二就是 用得太大力的時候 它就很龜裂 所以現在要靠陰力 和手腕 很累 會 然後就可以滾 當你推的時候 把它盡量拿大 千萬不要這樣滾 你一個方向一個方向 你慢慢推 明白 輕輕輕輕輕輕 因為如果你前後滾 就讓你不要滾 現在就把餡包進去 包進去 包進去 最重要是皮 可以包得住餡 底部 現在到這個時候 都不太靚仔 噴點水 先用力 抹個陰力 再用力 按住地圖 開始可以壓進去 剛好進去 可以嗎 做一個韭菜月餅 搓皮和包模餡料 手工都起戰了 有沒有簡單的方法 也可以做韭菜月餅 不需要有魚餅皮 用心水的帽子 直接在帽子裏面 外面可以包另一個顏色 即是在上面包 待會打卡拍照 會很漂亮 很有層次 Katy 為何你會做這麼多 這些小狗吃的節日食 其實我以前不懂做食物 真的不懂做食物 直到我的狗開始年長 發覺牠開始有狗的痴癌症 那段時間我就索性 做了份工 真的回去留下照顧我的狗 開始就會轉眼吃 很多時候我會問回家庭獸醫 去吸收知識 然後慢慢地培養 做一個DIY 是的 Angelo 最後跟你相處的那段日子是怎樣的 其實最後我知道差不多要走了 但我逃了回家 其實我應該留在24小時的醫院陪著牠 但起碼牠不會做孤零酒 這是唯一我最遺憾 你說我沒有工作陪牠 其實是我的人生最精彩的時間 這個人最開心 讓你再選一次你也會 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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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也很辛苦 做一個肥仔版的消財貓 和這個真的很像冰鼻一樣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做 平常都有很多艱辛 但現在老闆已經等了我一整晚 今次的試食專員 Wake up Hello 媽媽做的好不好吃 其實平常牠很偏吃 老闆現在放進嘴裡吃 其實就是我的愛心 我們的時間 還有它的等待是值的 這些月餅就是我親手做給一姐和Winter的 你先做這樣我不要吃 我們切開給大家看好嗎 狗仔腳的月餅 切開了 先試一下 這個是焗出來的 嘩 很像有這個 鹹蛋黃 另外這一隻 是 放在一起的 好吃 滿滿意 很乖 好 叫Winter試吃 Winter 我叫你 她完全把我沒有試 只看到月餅 是嗎 是嗎 誰弄給你吃的 你去買桌子 Winter Winter 我叫你 Winter 走 走 她的手全部都在口水 好吃嗎 Winter 好吃嗎 好吃嗎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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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